各位萬岸 這個系列我都想了一會兒才開 因為可能最少會講兩三集 就是其實由之前到現在 我想由上年社運到現在 就是疫症 肺炎 大家都會很看到香港人的救病 也不僅是我講 很多人都會知道 其實在一些很逆境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看到人本身的質素 那些醜惡的東西 通常都是在惡劣極端的環境之下 才會彰顯出來的 這個系列其實我想慢慢逐步逐步 除了去講一些問題出來之外 我想是一些 我覺得比較可以跟致的方法 其實你看到之前的人唱 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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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有很多氣彈 就是去跟別人買口罩 買這個 那樣 然後現在的消毒用品 開始價格回落了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不要 然後那些人都摘了貨 不找錢 各樣東西 還有什麼都有 大家會看到其實香港 香港上面 這片土地上的人 就是 又會覺得 戴著口罩就可以無敵 到現在 就是 你會陸陸續續 會看到那些人的愚蠢 無知 自私自利 其實呢 我覺得蠢的人 有些人以為蠢的人 是會比較善良 其實不是 而我認知的世界裏面 愚蠢的人 其實做些事情 會是愚蠢 愚蠢 愚容易傷害到周遭的人 我覺得由最簡單 我慢慢開始一波一波一波 這樣說 香港人 我想態度不好 說話 不要聽 已經是世界文明了 我們去旅行 很多時候都不會想 見到香港人 都會想 避開了 即是 不去 不去 跟香港人接觸 或者知道那個地方 香港人去 可能會想選一個 有多些其他 不同國籍的遊客 或者是 當地人 我們才會去 其實比較少有的 不要說 見到自己民族的人 見到自己民族的人 會守望相助 其實 總之 見到香港人 都會全身不敘彩 大家都心底裡 經常說 香港人家 香港人反抗 香港人這樣 但是 很明顯的 就是當你去到另一個地方 其實你見到自己有 都不會舒服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很明顯的 一個特徵 為什麼會這樣呢 除了我們一些 很劣根性的問題之外 我想我們就是 說話的那個態度 那個說話語氣 其實是令到很多人不舒服的 令到外面的人 不熟悉我們文化的人 不舒服 事小 日常生活之中 都很多是 大大小小 你去餐廳吃個飯 我想沒有什麼人 會覺得 餐廳服務態度很好 會跟你說多謝 怎樣 埋單的時候會因勤 或者一些試應 會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收碟 還是喜歡堆在你一堆堆 在這裡坐 為了自己少做一些打掃的工作呢 就是 我想大家出去吃飯 都會經歷很多這些事情 態度不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香港 很喜歡把那些人堆在一起坐 像那些昆蟲一樣 生活 逼逼夾夾 還沒吃完就收碟 在你面前 阻礙他聊天 或者是 語氣你問他的時候 態度會不好 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是很互相影響 服務業會很看到 一個地方的服務業會很看到 一個人 就是當地人的質素 很多時候 大陸人都會跟我說 說香港的人態度差 差得很厲害 還差過之前的大陸 為什麼你們會忍到 為什麼你們可以接受這些服務態度 他們吃飯 覺得迫迫結結 已經很不舒服 又不好意思 要搭桌子 那些對著對面台客 然後又暖到市應 態度不好 但是都會覺得 那些餐廳還是下次雲來 就是這些問題 我想是 大家 因為大家態度都不好 我們自己本身的人態度都不好 說的話 對著家人 對著身邊的朋友都不好聽 所以就會接受到 別人這樣對自己 是真的 就是當你自己習慣了 在這個模式 這種磁場裡面 生活 若干年 你可能都會不滿意 但是大家爛鬥爛 就是其實今天的香港 我經常覺得 一些人玩什麼 從心改變 我不覺得是 我拍這個系列 其實都是想跟大家說 人呢 尤其是成年人 現在我們城市人 是要通過外在去改變自己的 意思就是 你要在行為上 強迫自己去一些行為上 習慣上的改變 說話上 再去令到自己的心調整 令到自己有修養 有些品性 有很多人經常都會覺得 要從心 由心而發 由心 我想沒有什麼力量 可以帶到 除非你人生發生了 一些很巨大的劇變 如果不是 不會無緣無故 你會 可以怎樣由心而發 改變 很多時候都是在行為上強制 然後再去令到我們人的品性改變 變好 我自己也是 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我也是通過強迫自己一兩個月 真的逼自己做 逼逼下那件事成為你習慣 然後你的心態就會調整 其實這一種的discipline 我覺得是 都挺缺乏的香港人 還有 我們那種態度對人 其實你想一下 你嘴面對人好 對著人家的態度好 說話比較溫和 說話比較溫和 不會那麼粗皮的時候 你接收回來 別人對你的臉口又好一點 那個好的循環又會繼續 現在為什麼 香港人的態度那麼差 那麼惡劣 那麼無知 其實負面的事情 很容易一路 越積越大 其實好和好 我覺得力量也差不多 不過人要變好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虧 就是我對人好 對人的語氣好 會不會做他人的威風 會不會好像自己低等了 我給錢別人用 我買服務 但可能在最後 我還要像下巴一樣 我們會這樣想 很多關係上 朋友 代人接物 同事 老闆 我去老闆 我開店 為什麼我要對員工這麼客氣 為什麼我要對人面好好 但是我們忘記了 其實你對人面好好 你對人客氣 你關心別人 或者你代人接物各方面做得好一點 好的回饋是在後面 但是我們不會去想這件事 我們只是想現在這一刻 還有覺得做好事是要花力氣 但是一些不好的習慣 你是不用用力氣去表現出來的 我再說一次 人在疫境之中 之前的社運 到現在 就是疫症肺炎 其實很多 很多環境 或者現在的人開始失業 沒有工作 老闆 我想回到家裡 見到老婆子女 或者朋友 伴侶的臉口 可能都不太好 這件事也有些觀眾跟我說 很會體驗到人性的 我覺得 人真的 在疫境之中 才會看到對方的真性情 個個都會懂得在環境很有錢 富裕 豐饒的時候 可以對人好 對人客氣 或者是所謂 發達就要做些事行善即服 誰不懂呢 但我想在疫境之中 能夠保持一個 溫和的心性是很難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 香港人很缺乏 要你平時相互無事的時候 冷靜 過一個很脾氣的生活 不難 但是 在疫境之中 當你沒有工作 淺恩結據 或者是你看到外面的社會氣氛不好 還能不能夠代人節物好呢 或者甚至更加難的 就是對著你家人 對著你身邊的人 對著朋友的時候 還有 好的脾氣 好的嘴唸 我覺得有些事是要強迫出來的 我是認真地說的 我覺得脾氣 一個人脾氣不好 或者當你是一個人的態度 對人不好 有些事是要夾出來的 就是人是會有一個惰性 會有一個惯性 還有 有些事不是迫在微切的 就會一直這樣放任自己 會覺得 我這樣繼續下去 都是這樣過的 人生 我為什麼要改變呢 是吧 我好和不好 算了 這樣一輩子 都不會發白的 我做了這些事 又不會突然變好 那為什麼我要變好呢 這件事都是形成到我們 如果你真的很想香港人 是一個族群 是一個 自己叫香港人 是大大聲 可以很驕傲的 我想就要有這種力去改變 是的 現在 我有時候偶然都會看到 一些黃色經濟圈 他們怎樣 起單 怎樣投訴 大家開始互相complaint 然後 很多不同的 其實都是一些醜戶面 都是開始走出來的 因為當你一群人 那個心性 沒有什麼基礎在這裡 其實你走在一起 始終都是會發生很多事 人越多就越多問題 越close就會越多問題 我覺得在態度那方面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差 比我們口中的 可能是東南亞落後國家 菲律賓 尼泊爾 越南這些人 他們在香港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餐飲 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們去一些地方 或者酒吧消費 很多時候 都是菲律賓人 或者是一些 南亞裔的人 他們工作環境的氣氛 是開心很多 就是 謝謝前 謝謝後 然後 你會覺得去一個 這樣的地方消費 你的心舒坦很多 你不要理它真還是假 其實服務就是要做這件事出來 但是你相反 如果你去到一個 全部都是 可能二十多三十歲 的一個餐廳 可能都是這些年紀的人 去做適應的地方 我想都會發生很多事情 可能你會看到他們在聊天 不收拾東西 對著客戶 然後小聲說大聲笑 下錯單 沒有禮貌 付錢 埋單的時候 都不會跟他們說一句多謝 這些行為 其實都是大家互相影響 當一個人 他覺得是一個 群體裡面 他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 其實他就不會這樣對人 所以很多家長都會經常說 會教 我會教 最重要是會教 其實你想想 在香港這個地方 你又怎麼會會教 當你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教出一個 心性好 品性好的小朋友 其實這件事 是要大朗這樣變的 不能說 你一個人的力量跟何方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很多父母說 會教 有色教 其實可能都是 扔他去一些地方上 有興趣班 按摩一下他 按摩一下做功課 密書要高分 考試高分 可能這些就是他很喜歡的色教 但是關於品性這個部分 我想留下條片才繼續說